再一个就是师父如果以前就是比方说我们以前不懂然后做错一些事情对别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然后如果想针对这件事情忏悔的话 我记得以前师父曾经开始过需要针对给这个人念小房子并且再忏悔才能够把这个罪业消掉是吗 对 念礼佛要真的忏悔 明白了吗 而且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叫自己要在念礼佛的时候真的要挖出来觉得自己当时很痛 自己做的真的要忏悔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别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有时候吃的东西太难过了偶然偶不出来 你为什么要硬把手指放在舌头这里把它抠出来啊 就是把它偶光你是为你才舒服呢 听得懂了吗 是的 是的感恩师父 你不痛不痛改不了 是的 是的感恩师父 嗯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就是这个人他现在一直是活着的那么 呃应该要给这个人念送多少张小房子呢还是说有一个定数呢还是说自己 这个人活着就给给自己念礼佛 念了之后送点小房子给他 呃就是还掉这个冤结明白了吗 呃在金字处要写这个人的要金者是吗 对 那这个张书的话有没有什么定乱比方说在感情上伤害过其他人或者说 你要看的你张书一直念念到你已经慢慢的没感觉了说明你还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念了二十一张你还是觉得很痛还是觉得哎呀我对不起他那再念念到慢慢的觉得哎哎好了这个事情好像好像我不过爱了 好了那么就还完了 咱姑娘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感恩师父开始 啊